根據這個Booking ID,我們可以查到什麼呢? 其實你會發現,這一整個裡面有哪些訊息呢? 只要有一個ID,那你就可以查到什麼? 他這筆訂單,他到底住哪個飯店? 他哪一天訂的,Booking the date 他1月3號訂的,然後呢 他1月6號入住,然後1月8號checkout 住兩晚,然後住哪一個幾號房,106號 所以是這個飯店的106號房 那我怎麼知道106號房多少錢呢?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話,後面這邊就有一個工作表 多少錢在這裡,有沒有 但是呢,你會發現,我怎麼查他的價錢呢? 你會發現他Lookup的那個,這個欄位就是你要查的 他給的格式不太一樣,什麼格式呢? 前面的話,就是他的飯店縮寫 1槓加上他幾號房 所以喔,如果你要查的話,應該 剛剛這個飯,這個應該是什麼? 這個縮寫應該是LE吧 然後加106,所以LE1槓106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 他住的價錢是多少呢? 106 這邊就有了,在這裡 就是這一間嘛,然後 一個晚上就1000塊 OK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查到他的價錢 所以理論上,在飯店管理的時候 假如說你還用人工的方式 再做一些資料處理,當然一定緩不及其 所以以後只要有個ID 那我就可以查到所有訊息 包含他是誰住的啦 所以 Booking List就是要把 哪一個ID 那我要查出他的什麼 相關訊息的話 那你要全部幫我查 所以喔 可能第一線,你們老闆說你幫我把ID做完 那第二個的話呢 你幫我把 這個清單 這邊有這麼多人 Ctrl 項項 這邊有 224個 這個ID的編號 請你把這個後面的資料幫我查出來 因為這些客人 的資料呢 有一點問題 我想要把資料帶出來 所以請你告訴我 如果是這個ID 到底 這個飯店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所以喔 其實有個關鍵 主要是根據什麼ID 那怎麼查 一樣嘛 所以 前面好像有講過 如果你要查的話 可以根據這個 這個名稱管理員裡面 他也有一個叫 Booking 在名稱管理員也有個名稱 叫做 Booking 那這個 Booking的話 他指的就是這個總表 Booking 其實就指的是 全部這個總表 所以呢 我們如果要指這個總表的話 其實你可以按 按F3 然後查一定是查這個第1欄 那你如果要得到的是 他的全名的話 那不就把這個 加這個 中間加一個空白 那就知道他的名字了嘛 OK 算一下 他應該是 6 7 8 這個是第8欄 第9欄 把第8 加一個空白 再加第9欄 不就得到名字了嗎 所以做法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會用這種方式 在做資料查詢 其實還蠻輕鬆 一下就做完了 所以他的名字叫什麼 名字 那所以第1個 插入函數的話 我們一樣找到V的函數 然後呢 要查什麼 他的ID OK 所以特別注意 一定是查第1欄 那去哪邊查呢 一樣按F3 就剛剛那個booking OK 在booking裡面幫我查查看喔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 我習慣是點這邊一下 然後再點上面 他會跳到booking booking就這個總表 幫我怎麼樣 在這邊找找看 找的話 特別注意 一定是找第1欄 那 接下來你要得到第幾欄 我剛有算過來 好像他的那個 姓 他的名應該是在第8 所以先 他的名字 因為英文的規則 先名字再姓 OK 跟我們顛倒 然後呢 要不要找接近的不要 一定要找完全一樣 所以喔 他就 把那個 Romeo 帶回來了 按確定 所以他的 名字叫Romeo OK 確定 然後後面的話 要空一格 所以我們就end 串接一個 空白 所以空白的話 就是雙引號裡面 加一個空白就可以了 一個空白 然後後面的話 就信 信怎麼把它帶回來 其實 名字在第8欄 那信在第幾欄 在他後面一欄 所以很簡單 你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 先end 先串接 一個 第9欄的東西 所以這個人把它貼上之後 改成第9 這樣的話他就會幫我把 他的名字 跟他的信 串在後面 中間加一個空白了 打勾就OK了 有沒有 他就是 他的名字 他的全名就出來了 所以點兩項 他的 名字 他的信 OK 然後點兩項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 哇一下子全部查完了 然後呢 再來呢 Rome number 他住幾號房呢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訂單裡面 那訂單裡面有沒有什麼訊息提到 他住幾號房 切到這邊來看一下 切到第1個公式表 那你可以看到 在第幾欄是 Rome number 在這裡 F欄 在第6欄 查一定查第1欄 那我們要把第6欄帶回來 所以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他住幾號房呢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剛剛的公司 再貼一次 剛剛好像VILLE函數 他在第8嘛 把它改成第6 第6的話呢 那就是幾號房 所以打勾就可以了 等於 VILLE函數 然後呢 把它向下填滿 那幾晚的話呢 那很簡單 其實也是查剛剛這個啦 那 只是說呢 幾晚就是要把什麼 Checkout日期 減掉Checkin日期 不用加1喔 因為不是幾天 是幾晚 那 Checkout日期是在第幾欄呢 第5欄 然後減掉第4欄 所以喔 我們的公式 就是怎麼樣呢 等於 剛剛的公式貼上 然後呢 把它改成5 5的話指的是 這個所謂的 Checkout日期 再減掉Checkin日期 再把它改成4就可以了 OK 這樣子的話 應該就是幾晚的 打勾啦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啦 所以你會發現喔 那個VILLE函數 真的超重要的 如果你工作上不會VILLE函數 怎麼辦 難不成叫你 再把它切到前面去看一下 然後再切回來嗎 計算完再填上去嗎 如果你是這樣在工作 我跟各位講啦 你可能 一整天做不了多少事 而且老闆可能會昏倒 他想說 這怎麼辦 我只是一個簡單的表 你幫我查完就算了 但是你可能要查 查多久 查一整天都查不完 OK 點兩下 那多少錢比較困難一點 多少錢呢 那這一題比較特殊 特殊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Price 他必須要到哪個地方查 我剛剛有切過來 在這邊 那你會發現這個在哪裡 其實在名稱官員 他已經幫我們建立一個名稱 各位可以看一下 名稱管理員裡面 會有一個名稱 叫做 LOOKING 就查詢 Price價格 查詢價格的一個名稱 那你可以點他 點他之後的話呢 再點下面這個地方 參照到的地方 他會幫你把 這個範圍框起來 用虛線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就是這個框框 然後第一欄的話呢 就是他可以查的名稱 第二欄是你要查回來的 這個價格 所以 前面的LOOKING 是什麼 縮寫 加上 他的什麼 他的那個 定 他住哪個 幾號房 可是問題 這個資料 我們現在有沒有現成的 好像沒有 所以 你要怎麼辦呢 你可能要先分兩階段 哪兩階段呢 哪裡有縮寫 這邊有啦 有沒有 當然你也可以 怎麼講 拿這個去查 查好這個名稱 然後再查說 太麻煩 你乾脆拿這個 前三個字 所以第一個 你可以拿 booking ID的前三個字 然後串接 他幾號房 再去查詢不就好了 所以其實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呢 先把 縮寫加 房號 產生 所以等於什麼 先插入一個LAB 插入然後我們用LAB還記得吧 前三個字用LAB L E F T 然後 資料在這裡 三個字 OK 然後按確定 然後再AND 所以後面再串什麼 房號 所以AND一下 串接 那個房號 這樣的話打勾 就出來了 他的 縮寫加他的房號 有了 那第二步的話呢 再去查 所以第二步的話 再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LAT 這個剪下之後的話 再利用什麼呢 剛剛用過的 這個 查詢 或者你最近使用過 也可以啦 最近使用過這邊應該就會有 VLUK 好 然後呢 一樣把剛剛的公式 先貼到 這個LUK 要查詢的資料 查詢資料就是這個 幫我查這個 去哪邊查 F3 那個叫什麼 LOOKING PRICE OK LOOKUP PRICE 在這裡 去查 然後呢 他理論上 第一欄 一樣是 他的縮寫加 房號 然後第二欄就是價格 所以我要查是第二欄 所以把第二欄的資料帶回來吧 那不要找一樣的 不要找接近的 就輸入0 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 他把價格帶回來了 OK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那最後的話有個 Amount Amount的話就是總價格 那他結帳的時候應該付多少錢 理論上呢 付多少錢很簡單嘛 反正住幾晚 乘上他的價格 那不就是他的 總金額了嗎 所以這邊的話當然 等於什麼 等於 幾晚 或者是他兩個顛倒 這個乘這個就可以了 第二乘上 一二 兩個相乘 就是他的總金額了 OK 這樣的話呢 反正老闆可能 你們老闆可能給你這個啦 這樣你幫幫他查 你可能 當然了如果你查得快的人 說真的 兩下就OK了 對 甚至呢 如果你可以寫個VBA 有沒有 然後按一下按鈕 全部就OK了 你也根本 其他事情 也不太需要做 反正這樣就可以直接給他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全部都查出來了 好那這個是有關那個飯店管理的部分 因為現在基本上 那個飯店管理 一定也都走 走數位的啦 像 現在訂房也不像以前 就是說你還要親自到飯店 像現在各位應該都有接觸過 訂房網站 你會發現現在好像基本上如果你不透過訂房網站 好像 訂的價格 也不見得 比較優惠啦 所以像 應該各位都知道 Agoda Agoda的話 基本上的話 上面 基本上 所有 的飯店 基本上我現在訂房應該都是透過Agoda 比較多了 或者另外有個 網站叫做 Book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就是有Agoda的地方網站 然後 進來之後當然你可以搜尋一下 你想要住的地方 哪一天 然後 幾個人 他也可以幫你搜尋到好價格 OK 那其實像現在我的習慣 還是會先找找看 而且會看 這個到底 最新的價格如何 不是說 最貴的時候 像疫情的時候 疫情的時候 好便宜喔 但是疫情過後之後 好貴喔 因為我已經是Agoda的 白金會員 因為我的量已經達到那個 我剛看了一下 我那個比數好像已經 他好像要幾筆才能是 我已經兩年內達到26筆訂單 其實只要10筆訂單就是白金會員 但是我已經超過了 而且白金會員可以幹嘛呢 就是有享受一些優惠 所以有的時候 為什麼會突然想要去住吧 因為他突然跳出一個價格 讓我覺得 好像 不去住一下 不去 住一下飯店 出去走走的話 感覺好像有點對不起 所以就訂了 所以就訂了 常常有時候也是因為這樣 不過當然我也蠻喜歡到處旅行的啦 旅行其實會 帶給我們很多的不同的體驗 OK 所以喔 這個地方請各位呢 試著把剛剛的部分分別完整 特別是喔 第一個前面這個booking ID 一定要先做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你才能針對這個 去把其他的部分查出來 那主要 特別是喔 根據的就是 這個booking的名稱 查出他第幾欄 後面一定是0 公司大概都這樣 後面串 像這個是他的名稱 然後他的房 房間的話其實就貼過來 改成6 這個的話是貼過來 5 減掉4 那這個的話是先 取前三個字 再串接房號 去做查詢 最後再把它加種 這樣就大功告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